Hello, 你好, 我是阿貝 告訴你, 開關後, 我已經飛過四次日本 但四次其實我都是飛東京的 而今天我終於和大家飛關西了 看看, 我已經到了關西機場了 我回想, 我覺得關西機場 可能是我之前去過最多的日本機場 現在雖然三年沒有來 但四周的環境都是一樣沒有變 所以感覺非常親切 而和大家開始旅程之前 首先想解答一個大家經常問我的問題 但我究竟來日本用甚麼方法上網呢? 在這個旅程我就是用了豐窄的HahaSIM HahaSIM是一張可以重複使用的SIM卡 不用每次去旅行都買一張新的 在豐窄買了之後 只需要下載HahaTravel的手機應用程式 可以選擇旅遊目的地 增值和選擇自己想要的package 除了日本之外, 世界各地都有選擇 甚至可以選用香港本地的數據計劃 即是一張卡可以走返全世界 非常之方便 我們今次是搭九圍族的凌晨機 剛剛下機的時間是六點半鐘左右 現在就已經是七點半了 今次關西之旅 都是以大阪京都為主的行程 但整個行程是怎樣呢? 就先賣個關子 但我告訴大家, 第一集是去京都 所以現在跟我去搭Haluka 走吧 由關西機場去京都的主要方法有兩種 第一就是搭巴士 第二就是搭JR的Haluka 搭巴士的價錢就是2600日圓 而搭Haluka的單程證價就需要2900日圓 很明顯我們現在就上了JR的Haluka 而告訴你, 我們身為遊客 可以享有一個便宜證價超過1000日圓的優惠價錢 大家只要去KKDAY 或者KLOOK等等的旅遊網站購買 就可以以1800日圓的價錢 買到京都的Haluka單程車票 給證價便宜超過1000日圓 賣了之後 我們還可以直接去JR綠色售票機出票 不得不說, 現在JR售票機的功能太強大了 除了有繁提中文語言選擇之外 還可以直接掃取QR Code拿票 不需要再花時間排隊經人手處理 掃取QR Code之後 選擇乘搭日期和時間 然後再掃取你的護照 這樣就可以拿到我們的Haluka車票了 我們換好這張Haluka車票之後 可以繼續換上指定值 只需要插上卡在部機上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在預先網上買了JR Pass那些的話 一樣可以利用這些綠色JR售票機自助取票 真的變得方便和快捷很多 由關西機場去京都就需要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就等我趁這個時間找找京都有什麼好東西吃 我們先見 這麼快我們就到了京都了 好久沒見了 第一時間當然是回酒店放些行李先 我們今天的住宿就是為於京都四條 就需要駐一程鐵路或者巴士才可以去到的 我每次去京都都是習慣搭巴士移動的 方便一點嘛 如果大家有樂意新聞的話 都應該知道京都的巴士一日券即將會停售 但幸好是即將 所以現在的鵝是還買到的 那你問我之後不能買一日券怎麼辦 那也不能怎麼辦 就是要變回一程車給錢 那也OK的不會貴很多 因為現在這個一日券價錢 都要乘四條車才會回本 好 鏡頭一轉 我們已經回到我們今晚的酒店住宿 放下我們的行李 然後再乘巴士 來到我們今天吃午餐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是乘凌晨機的 所以我們也有自知之明 我們就不會拍一些很勞累要跑景點的行程 所以我們今天吃午餐的餐廳 是預先預約了 好了 避免我們要等很久會很累的情況 這間餐廳就厲害了 因為有一間具有八年歷史的餐廳 而且是吃一個京都名物 講的京都名物就是豆腐 這間餐廳就是南蟬子順政 位於京都南蟬子的餐拜道上 是一間有120多年歷史的餐廳 在網上的評價非常之不錯 在他們的官網有提供線上預約服務 非常之方便 我們就是叫了這裡最便宜的套餐 花套餐 鍋物可以選擇豆腐皮或湯豆腐 我們就一款一個了 好 嘗嘗我的第一塊豆腐皮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剛才它的質感很正 它不像平常吃的香港的腐皮 它是很薄的 然後有豆味 然後有一點煙韌的感覺 很好吃 原來真的不同一點 這個真正的腐皮 香港的是不是很假的 那些腐皮 超好吃 老實說 我本身不是一個非常喜歡吃豆腐的人 究竟這個豆腐可否敷了我呢 嘗嘗 加到蔥和豉油 是很滑 真的比之前吃過的更軟軟軟和滑身的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腐皮是好吃很多 因為可能始終它都是豆腐的質感 我本身也不是太好的 但我覺得這個豆腐是好吃的 但是未去到很驚喜 但這個豆腐皮就是超級驚喜 這個就是必吃必點 那豆腐就交給你了 我又吃完了 快點豆皮去吧 另外一套餐還有豆漿 日式煮物 芝麻豆腐 加了味噌的田樂燒豆腐 蔬菜天婦羅 還有米飯植物 全部都是很精緻 很好吃 令我們都非常回味 另外我覺得這間餐廳 其實不只是餐廳 還有一個景點 因為大家看到我現在身處 依然是餐廳的地方 因為它還包了一個超大的日式庭園 是非常漂亮的 超過一百年歷史的建築 之前是一個順政書院的地方 所以古色古香真的很美 很有味道 我覺得這間餐廳很好 很棒 回上花以前小時候去日本 對吃就沒什麼大要求 最重要一個字就是便宜 只要便宜就吃什麼都可以 但大過了我發覺自己在吃的方面 越來越在意環境的因素 覺得擁有好環境的食店 真的特別加分 這就是我其中一個 察覺到自己的成長變化 真的老了老了 我今次選擇吃湯豆腐料理 除了因為它是京都名密未試過之外 還是因為一個搞笑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很想挑勝京都的Blue Bottle 順正這間店鋪在Blue Bottle隔兩個店鋪 所以吃完順正就可以很方便去Blue Bottle 但因為剛剛吃完東西 有點飽了 不想喝咖啡 我們現在就過去南蟬子看看 這個是少數京都我未去過的寺廟 是非常接近的 一邊出來一邊走三四分鐘就見到了 京都南蟬子建於1291年 是日本最有名的林濟宗寺院之一 被認為是日本最高級的寺院 這裡亦是熱門的櫻花和上風勝地 進入南蟬子 首先要穿過非常巨大高約22米的山門 所謂山門就是指空門 無雙門和無作門 是領悟佛教修行必須經過的三道門 南蟬子的面積很大 今次我們就不深入遊覽 因為我主要想朝食一下這裡最著名的歷史建築之一 紅磚拱門水稻橋 水路閣 水路閣建於1888年 是一座長93.2米高9米 由紅磚和化江岩建成的水稻橋 興建的作用是將日本第一大湖 琵琶湖的湖水引入京都 這個充滿古代羅馬風格的拱門水稻橋設計 在當時超過100年前的時候 是一個相當新潮的建築上法 將西洋風格建築 和南蟬子本身的日本傳統寺廟建築結合 我真是非常喜歡這個建築設計 令到南蟬子顯得非常有特色 見到不少遊客都會特意穿和服過來拍照 而在秋天時份 加上紅葉一起的這裡還會更加迷人 當然啦 同時也會更加多人 我們終於到了 到了京都的Bull Bottle 一直都很想朝聖的 因為大家看到這間是非常特別的建築 因為它是一間由八年丁谷改建而成的Bull Bottle 古色古香 超級京都 我們就叫我們的至愛 就叫了這個Drip Coffee 這個是Single Origin的Drip Coffee 今天的Single Origin就是一個藝地馬拉的 喝完真的覺得很好喝 神經病 哇 很酸 很喜歡 正得飽 K先生一樣都是叫他最愛的Mocca 我也是幫他選了Single Origin的咖啡豆 所以也是藝地馬拉的Mocca 另外曲奇餅 加起來已經是千百日圓了 Bull Bottle的咖啡真的很好喝 是我最喜歡的咖啡 再加上這裏的環境 美得爆炸 好開心 雖然現在很累 很晚睡 但是可以坐著享受一享 今天又完滿了 來到Bull Bottle 除了喝咖啡之外 早上鎖定要買咖啡豆 這兩個是剛剛在商店採購的 這是剛才我喝Drip Coffee的味道 原來是新出的 一個藝地馬拉的Single Origin的咖啡豆 另外發覺又有一個新出的Colombia咖啡豆 所以就買兩個新出的來試一下 對 一定是很好喝的 我知道 好了 就是這樣了 我們今天上半咒的行程 因為凌晨機 真的很累 所以現在已經差不多4時了 我們回到我們的酒店住宿 Check in 走吧 好 我們就已經Check in 完成 回到我們今晚的酒店住宿了 但是告訴你 我今天這條影片不會和大家wom tour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在我訂京都住宿的過程中 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京都的住宿價錢比我想像中便宜很多很多 而且還發現這幾年京都開了很多新的酒店住宿 然後我就叮一聲 忽發其想想到一個新的拍片題材 就是決定用一條影片 和大家開箱幾間CP值高的京都新住宿 好 這一間就是其中一間 我訂的價錢只是300多400元一晚 大家就這樣看這個角落 是不是都覺得很骨子很美呢 但詳細的格格就留下一條影片 才開箱給大家看 那現在做什麼好呢 不如讓我開箱一下我今次的行李箱給大家 今次其實我會去15天的整個旅程 就帶了三個行李箱過來 大家看看 大家是不是看不到第三個行李箱在哪呢 因為我是收藏在我的大行李箱裏面 就是這個Jolien Pebble 摺疊式瘦身行李箱 這個行李箱可以摺到只有11cm口 可以好安慰地放入大行李箱裏面 看看 打開後裏面都很大 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而去旅行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和我們一樣 有很多電子產品需要充電 但有時酒店的插頭未必足夠 所以我就想介紹三大發布給大家 首先就有這條HahaTravel 5合1的充電線 大家看到它有5個頭可以用 可以一次過搞定電話 相機和iPad的充電 另外還有這個有4個插頭 連火牛的HahaTravel充電器 就可以充電我的電腦 不用額外再帶火牛 而且還充電充得很快 最後就是這個HahaTravel 可折疊磁級3合1無線充電器 就可以同時放我們的電話 AirPods和Apple Watch 在這裡無線充電 真的非常之方便 另外想介紹的還有它 它就是Foreo Luna 4 妙趣版洗臉機 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有用過大版 而這個就是細版 看看它細細部 很輕身 很適合帶去旅行用 用它就可以徹底清潔 面上積聚的污垢 油脂和化妝品 充一次電還可以用很久 好 轉彈間又回到我們的酒店房 因為剛才麵店有很多人 所以我決定回來才分享我的食後感 祝福來說是很推介的 這間拉麵煎麵店 很好吃 很高質 但其實本來我們一開始 是沖著吃和牛配料的拉麵煎麵 而去的 但可惜我們下訂單時 就見不到和牛的選擇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所以最後大家看到 我們就叫了一個牛腸煎麵 再加叉燒拉麵 本來開始有點失望 吃不到和牛 但這個失望真的很快就消失了 因為他們這個配料真的很好吃 首先那個牛腸非常經典 油脂豐富 但又不會覺得很油膩 又是隻燒果 所以吃下去是很香口 另外它的叉燒我真的不誇張 我覺得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拉麵叉燒 因為通常拉麵叉燒比較瘦 但它是屬於比較多脂肪 但它一點都不會覺得油膩 總之就是超好吃 一吃下去就覺得 嘩 這樣嗎 跟平時吃的叉燒完全不同的感覺 但實質是怎樣 大家過去試一下就會知道 這是一個必點的配料 但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很少 一碗拉麵只給了兩塊叉燒 然後一個尖麵只給了四塊牛腸 所以那個給我再選 我一定會加錢再加多些配料吃 因為真的很好吃 如果說這裡的拉麵煎麵 用配料麵質和湯底的話 應該配料第一為麵質 第二為湯底 就是最後的 因為它的麵質我都很喜歡 是屬於比較柔軟得來 又有很煙韌的感覺 一吃下去就覺得很不錯 正 另外它的湯底其實也很好吃 我覺得拉麵和煎麵的湯底都超級似 都是比較濃郁 屬於瑜伽的湯底 但那個感覺就是似曾相識 好像之前都有吃過的一個湯底感覺 所以對我來說就沒什麼大驚喜 配料和麵質是比較令我難忘的 所以總括來說推介這間麵店 大家一定要過去試試它的叉燒 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尾聲了 我們也要休息、洗澡、睡覺 昨天在飛機上 我們也是睡了兩個小時左右 但今天就和大家玩足整天 但不是很開心嗎? 如果大家對我這條影片 介紹過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就歡迎到下面的Info Box 看看更多詳情 我知道它們現在還推出不同的優惠 記得不要錯過了 希望大家最後的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